十多年前,芯片这个高科技技术产品,我国长期依赖于进口,但是今天,我们彻底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,能够独自研制出高水平的芯片了。 近日,据媒体报道称,中国新一代高精度导航定位国产芯片,已换装到中国的北楼三号卫星上,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,因为咱们的俄芯片,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,以后再也不用看美国人的脸色了。 而且据专家表示,中国拥有自主研制芯片的技术后,将会减少甚至不再从美国进口芯片了。 而美国一旦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,对美国的芯片行业,无疑是情心霹雳,因为按照之前中国在美国的芯片进口量上来估算的话,一旦中国不再从美国进口芯片,那么美国只接近细损失,将会达到三万亿人民币。 这一道笔钱省下来,咱们能做更多的事,但是专家指出,未来这一天会实现,但就目前而言,短期内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因为中国芯片虽然已小有成就,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芯片巨头而言,中国在该领域还只是一个小菜鸟,想要达到美国芯片一样的稳定,运转速度快等等优点,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。 专家表示,尚未成功,仍需努力,其实北斗三号卫星换装中国芯是一个好的开始,因为我们知道,在这之前,中国建40%的电子产品,以及电子化武器,所用的芯片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美国, 即便不是由美国制造的,但是技术和产权还是美国的,任何时候,只要我们再用他们的东西,那么主动权就掌握在他们手里,万一他们在里动点什么手脚,那么带来的危害可想而知。 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,但是并不代表没有,这就如同随时把一颗定时炸弹,放在自己的身边,心里能踏实吗? 所以,中国如果能用上自己的芯片,那么就不用再受制于人了,也不用担心机密外泄等白心生儿了。 近日,媒体报道显示称,目前中国的芯片技术,足以保证国内的需求,想想看,咱们的北斗微星,都用上咱自己的芯片了。 中国芯片已经放心使用到军事领域了,咱还担心民用领域的芯片质量不过关吗? 此次北斗三号卫星换装的,正是国产的UNIQ2012芯片。 这款芯片,无论是在性能上,还是技术含量上,都是毫不输美国的先进芯片。 我们知道,太空中备上安装的芯片,不像我们平常见过的芯片,那都是要经过特殊处理的。 而且技术要求不能有任何差错。 这一次,咱们能放心大胆地将国产芯片放入太空卫星中,足以表明,中国芯片技术正在向世界接轨,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。 但在获得的喜人成绩的同时,专家告诫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因为芯片涵盖的领域很广,并不是通用的。 在很多其他领域,国产高性能芯片还是要努力,而且就目前的产量来看,还是要加大,不然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。 科技再进步,科技产品也越来越发达。 如果芯片跟不上,就好比人没有心脏,再好的科技产品,没芯片也只是一堆废铁。 2017年,中国进口芯片总额达到2200亿美元。 可见这样的市场有多大,如果咱们自己开拓市场,不仅可以省下一大笔钱,而且还能获得很多利润。 其实这都是次要的,最重要的是以后,中国在很多领域,就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了。 彻底不再依赖国外进口的芯片,我们能够把芯放肚子里,因为国产芯片够安全,够先进,我们不羡慕进口的。 按照目前中国的发展速度,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